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们拍一个上身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期的风格呢也满多变的东西超级多寸 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 在分享服饰之前呢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新的手机壳 我是不是画得太快了 但是因为前面的实在是太可爱了 跟我平常的时候穿衣服不太搭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我姐说她看到的感觉跟我不太符 就是那种淑女的感觉是吗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是秋冬天搭毛衣啊什么这些还挺好看的 这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橡胶的一个盖子 小金箔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今天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件半身裙 大家第一眼是不是觉得这个有点花 但是像她呢 我一般都是搭配那种比较简单的 就是上次跟大家分享那个黑色半膏里的那件位移 它的布料呢摸起来就很舒服 就属于那种比较飘逸的感觉 然后它这里是有一个插口 然后整体效果呢 现在给大家上身试下看 整体的一个搭配呢就是这样子 就会让颜色感觉更有意思 像我平时呢就可以搭配一个 自己喜欢背的一个包包 我自己的话还蛮喜欢这样比较简单的一个搭配的 然后呢像我穿这种乌漆骂黑的衣服 一定会把我这个黑黑的头发给扎起来 否则披下又漆黑一片 然后呢在视频上我会选择这种比较简单 又有一点造型感的耳环 像我自己平常讲 我想搭配一点不一样的 最好一身的亮点不要超过三个 因为超过三个之后就看起来就是没有重点 很杂热的感觉 但我觉得最保险还是选择两个亮点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会选择在配饰和裙子 现在呢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前面搭配这双鞋子 这双单鞋呢也是我最近新买的 它呢就是一双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双黑色单鞋 像我的话现在呢还是可以这种脚踩的穿 大家可以看我是脚踩进去的 假如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把它拉开 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 它的一个包装以及它整体的质感都还不错 然后像这些鞋面呢就是有一点简单的设计 这也是一个小圆环扣 就是很百搭 像秋天的话我一定会买一双这样的一双单鞋 它是属于那种百搭款的鞋子吧 这双我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接下来这件呢就是一件条纹衬衫 然后它这个条纹是酒红色的 然后它的一个手感呢就是那种滑滑的丝绸质感 现在给大家上升看下效果 它的一个上升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 像我的话比较喜欢把这个领子给它打开来一点 就有一种那种休闲慵懒的感觉 其实呢我觉得它其实假如你正式穿的话 还有一种那种office lady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跟我的耳环还挺搭的 有没有 它的一个穿搭效果会来还是蛮喜欢的 唯一有一点就是它比较贴 然后容易显胸型 所以我今天其实穿了一个抹胸 那袖子这边呢 其实是有做一个横条 一个竖条的一个小搭配 然后这里是有个扣子 像我的话不想穿那么正经 我就可以把它卷起来 就是平时啊就会比较凶闲 它们也是一件很好的内搭之后呢 会搭一些外套看一下 整体的感觉还不错 然后它里面有深蓝色还是黑色 还有一个酒红色 我个人我个人会更喜欢酒红色一点 刚刚饿了 sillycraft is干 先让我们继续搭 这件衣服的质感呢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好 今天我们来看下一件 这件呢就是一件奶白色的一件夹克 皮夹克 其实这件还挺特别的 因为平常我自己买夹克啊 大部分人都会买黑色夹克嘛 然后这一次我就看到一件奶白色 觉得还挺特别的 先给大家上上来看一下效果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跟我现在这个衬衫还挺搭的 没想到这两件衣服还挺大的 主要色系都差不多 我觉得像这件皮衣的话 就是区别于 呃 区别于 平常的黑色夹克 就是它的颜色会 更有一种那种 文气 秀气的感觉 就是比较书女啊 比较文气的女孩 都可以穿的一款皮衣 像帅气的女生 也可以换种不同的感觉 像我自己就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米白色的皮衣 感觉还不错 还蛮好看的 好了 咱们再接着讲下一件衬衫 这件衬衫呢 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白色衬衫 而它呢 就是属于比较 就没有那么正式 就是比较oversize的一件 白色衬衫 给大家上身试下看 它的一个上身效果呢 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 前两天我到了有穿 然后把它折得有点皱 它本身是没有那么皱的 然后它那个阔型呢 是比较随意的那种 不是特别正式的 是带一丢丢法式的感觉 然后我蛮喜欢它这个 扣子的这种颜色 然后它的布料呢 不属于那种全棉 是属于那种 有点滑滑的布料 嗨 我的百搭款又来了 就说我每年春天秋天 我都会买不一样的白衬衫 在我眼里 它们就是不一样的白衬衫 我就蛮喜欢这种 版型的 就是有种法式的感觉 然后我发现我这对耳环也是 蛮百搭的 搭配什么都还蛮好看的 然后它的一个扣子这边是 有三颗琥珀色的扣子 当然你也可以很正式的 给它扣起来 就是 衣服随时要去上班的感觉 上班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穿 然后下班的时候 就是解放灵魂的时候 哼 扣起来 就这样子 是不是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这件衣服等了我十几天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件 这一件呢是一件毛线的马甲 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叫烟灰蓝 这个颜色 其实像我去年的时候 其实就挺想尝试这种衬衫搭配 这件马甲这种穿法 然后今年就有买 先上身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它的一个上身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毛线其实是有一种 故意做破的感觉 然后它的毛线呢 虽然是比较粗的那种 不是属于特别细的 嗨 我觉得它就是那种比较 休闲的感觉吧 其实我自己都没有 原来没有这样的尝试搭配过 然后我发现它这个袖子这边啊 会比平时的马甲要长 稍微长一点 可能是新衣服吧 刚拿到的时候就毛约有点味道 建议大家先拿到的时候先洗一下 第一次上身的时候 姐姐还讽刺我说 你这样很像那种淘宝女郎 我觉得拜托了 有时候还是要看人的好吗 虽然的确很多淘宝风都是这样子啊 然后但是无论怎么样 你都要伸出自己的感觉 自己不一样的freestyle 好了我们接着看下一条 下一条是跟这个毛衣同一家店买的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软妹会喜欢的一件 它是一件毛衣开衫 就颜色非常的温柔的这种 现在呢给大家上一身看一下效果 它的一个上身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里面呢 长袖还是里面都一定要穿一个内搭 因为它里面是混羊毛的 所以穿起来 假如里面不穿的话 会有点渣的感觉 它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种混着杂色的那种粉色 嗨 比较温柔的脸领又上线了 本来我应该换个唇色 但是为了拍摄进度 我没换唇色 它呢就是比较舒逆 比较乖的一件 羊毛 混羊毛的线衣 它里面一定要穿内搭 否则会有点扎人 它呢就是软妹 应该很喜欢的这种粉色 像姐姐呢 它会比我更喜欢这种色系 因为穿上去觉得很温柔 直男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好跟大家说 像一般这种混毛的啊 混羊毛的衣服 一定要用冷水手洗 或者直接送到干洗净去洗 假如你放到洗衣机里面脚 那种很难看的 翻译里面的话 可以搭配一些白色或者米色 也可以搭配那种米色的脸衣裙 或者白色的脸衣裙 都很好看 然后呢就我前面那件衬衫 它那样翻领啊 跟这些衣服搭配起来就有点违和 所以我里面换一件白色的一件内搭 偶尔换换的风格 走个甜美温温的路线 好 接着咱们再看下一件 这一件呢 嗯 帅气了 我又要上线了 它那是一件黑色的西装 其实我和姐姐的西装非常多 但就是少了一件黑色的西装 而且它这一件西装的阔型 这好是我想要的 因为现在买西装 很多就能买成那种 还是很正式的那种 就是那种OL风 然后我这次买呢 就是比较偏有阔型一点 主要它那个店主的style 就是我完全很喜欢的那种 先给大家上身看一下效果 嗨 你们帅气的脸又上线了 像我自己真的 我和姐姐真的很喜欢西装 因为就显得很酷 然后呢又休闲 而且非常非常的遮肉 首先我拿到它 那整体衣服的质感还不错 然后但是它不属于那种 特别鼻挺的 它是有带一点那种松垮的感觉 所以我是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是日常穿别人 也不会觉得哇 好夸张的感觉 然后我这副耳环 然后又上线了 像我自己的话 下半身会搭配那种 你可以搭配那种 比较宽松的西装裤 或者就是普通的黑色打底裤 然后鞋子呢 鞋子方面呢 我会想去搭配这双老爹鞋 FILA的老爹鞋 或者是你可以搭配板鞋 都会非常非常的帅气 这双FILA老爹鞋 是我好像是我夏天买的吧 现在秋冬终于可以经常穿它 因为夏天穿实在是有点太热了 好了 接着咱们再看下一件 这件呢 我自己还没有拆 天呐 还有好多衣服啊 天都要快黑了 这是一件牛仔外套 牛仔外套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 百搭单品 它这个牛仔第一拿到手上 质量还不错 就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廉价的牛仔 属于一个短款 现在按上手给大家看效果 嗨 缺人过眼神是我喜欢的风格 实际上这种丹尼牛仔 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然后它的一个版型 以及它的一个质量 都是我非常满意的 像我的话就是自己可以再搭配一个 这个帽子 就是一顶我戴不下的帽子 我就是要戴 还挺好看的 就是日常凹造型 啊算了算了算了 大家在墨镜上选择 那我们依旧可以选择这种 好看吗 这样打开枪 好看吗 感觉还可以 你再换一颗墨镜 啊 女孩子一般在家里就喜欢这种瞎遮疼 是不是还可以的感觉 它这件版型呢 就属于比较硬挺的感觉 但是有一点点 阔型 就是它跟我平常买的 你知道吗 它不太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短款 然后呢你下面穿一个牛仔裤 再穿一点点带跟的低跟靴 整体的比喻就看起来超级修长 然后它的一个整个单领的颜色 不属于那种特别深 也不属于特别浅 就属于适中的一个颜色 上身效果呢我很满意 好啦 接着咱们再看下一件 嗨 现在这件呢 我就直接穿在身上了 有部分微博朋友们已经看过了 因为这是一个完成版 所以呢 我也把上一期的两件微衣给加进来了 这件呢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插肩袖 是不是看起来就特别乖 然后比较学生气息 这种呢就是家长也会很喜欢的风格 在家里啊穿的也很舒服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插肩袖的元素的 然后我这件旁边的颜色呢 是那个深灰色 不属于那种纯黑色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logo 整体的感觉呢就是很学生气 然后它里面呢是属于单层的 没有佳容 所以它呢也比较适合初秋和中秋 中秋不属于深秋 深秋穿很会冷嘛 需要外面批外套单穿的话 到90月份呢可能还能穿吧我觉得 总共来说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件文气可爱 又乖的卫衣的 接下来这件呢都是卫衣 卫衣专场 就是很显摆 就是穿这个衣服的颜色人瞬间 蹭白了一度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橄榄绿 买之前呢就是就有很多颜色了 它家这款还是买多好看的颜色 我还是选择这个绿色 它这个卫衣的上升就是超舒服 当然它也是属于单层的 好像是可以 那时候呢是有佳容和常规款 我个人选的是常规款 因为像这种初秋就可以穿了 假如你想多穿 或者是深秋穿的时候 可以选择那个佳容款 像我自己呢就很喜欢这种 oversize的卫衣 穿起来就是比较舒服随意的感觉 然后下面呢你就可以搭配那种 灰色呀黑色的运动 宽松的运动裤啊 或者是紧身的打底裤都OK 然后下面搭配运动鞋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的几件呢我还没有拆 是刚拿到的筷子 然后这一件呢是一件现衣的卫衣 也是属于很乖的那种卫衣 它其实是一件现衣 拿到手里很软 完全不硬的那种 而它不属于那种纯白 它属于那种米白色 先给大家上身看一下效果 搭配呢就是一条米色的一个 缩脚管口的休闲裤 然后搭配来是菲兰那双老低鞋 嗨 看起来怎么那么乖呀 这也太醒乖了吧 正在高中才穿这么乖的衣服 就很久很久没有尝试这种风格 就比较学生气很重的这种 而且呢它上身非常舒服 我里面没有穿内搭 我就完全不扎 就很软 它的一个版型我很喜欢 就属于那种宽宽大大比较休闲的 这种现衣型的卫衣 像它的话我也是等了 还要等了 特别有就等了几天吧 我觉得非常适合学生来穿 年纪越来越大 就像尝试越来越嫩的风格 好了咱们再继续拆这么一大箱 就是刚从美国寄过来的 这还是我在Urban Outfit上面买的 买了两件卫衣 我高姐一人一件 还有一双鞋子 首先我们来看鞋子 把我买的是瑞允库的一双小白鞋 就现在有很多牌子 像Sam Smith 这个小白鞋 我不想买 我想买其他类 其他牌子的小白鞋 这一双配色我非常喜欢 不好意思啊 它配色我非常喜欢 它不属于特别白的 它属于那种 有一带一点点米黄的白色 然后它这里是有绿色的一个logo 然后它背后的一个绿色logo 我觉得非常好看 就是带一点点复古休闲的感觉 我觉得跟我今天这一身也是非常的搭 然后这双鞋子 我买的码数是8.5 就是我的脚码是38.5 我选的就是8.5 然后像在Urban Outfit上面 那时候九九打九 那是非常划算的价格 我觉得它是很喜欢 然后再是卫衣 我买了一件黑色 一件灰色 买的是champing的 我买的是 哇这个好像很大 它这些卫衣呢真的很厚实 比我前面买的卫衣都要厚实 它里面是有一点点薄绒的 然后它在袖口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小的冠军标志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冠军标志 它上面是刺绣的 不是贴牌的那种 就上面还没拆呢 整体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就比较有修行的感觉 然后像在冬天的话 你可以直接套一个大衣 然后我买的马术是L 我建议个子小一点的 像我这种呢 你选M就可以了 像我自己就比较喜欢 这种肥大的感觉 它这个浅灰的颜色还蛮好看的 像你冬天啊 就可以搭配一些黑色啊 或者深灰的腕套 好看 喜欢 我现在头发太长了 扎它那种丸子头 更就顶不住 一下子掉下来了 而且它这个价格 就在Urban Outfitter上面 买特别划算 就是9月9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有发微博 叫你们去看嘛 因为它那时候打折的价格 比代购还要便宜一点 但是打折剂已经过过过过过了 然后呢我再把姐姐的黑色也上升 试一下看 像黑色的话 就要比灰色更耐刚一点 我还用说这衣服实在是很 很厚实 三百多 那时候打完指望是三百三十五 因为它要加税嘛 这是加完税的价格 因为我这三样买 买了 然后再平均剪掉的话 这衣服就是三个三十 我觉得非常非常划算 至于拍完了 真正拍了一个下午 也希望你们能 喜欢 今天的一个视频电容呢 就到这儿了 我之后呢还是会不停的买 不停的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我们